马上就要过农历年了 各地都有多彩多姿的年节活动 为了守护传承台湾无形文化财 并且跟国际接轨 文化部文资局 2019年1月9号下午 特别在台中市文资园区亚塘馆 举办一场越南经验文化活动的开幕记者会 主办单位一开始 就邀请北一大演奏越南才子乐 加上越南爱地竹楼乐团 演出西元裸乐 还有越南生龙水偶之舞剧团的演出 节目相当丰富精彩 在这场越南经验开幕记者会中 文化部文资局长施国龙 在致辞中表示 这场越南无形文化特展 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3月10号为止 从北越到南越 展出许多越南传统漆器 陶器 竹编 跟服饰作品 另外配合春节期间的欢乐气氛 还展示了越南的年菜 棉花 等日常趣味用品 希望让大家体验到越南文化多元的魅力 推动台越深层文化的交流 国际文化 无形文化资产的交流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重视整个的无形文化资产 那无形文化资产是来自于人类的文化表现形式 那因为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 所以它所呈现的文化资产的价值非常多 但是往往这种价值没有去跟国外比较了 人家不结了我们的价值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立新的这五年来办 那今年为什么会特别险上越南 这样我相信各位应该都知道 我们的新移民是越南的比例是最多的 文化部文资局表示 台中市复兴路上的文资园区 也会在大年初二到初六 特别安排加演水偶之舞 西元罗月 柴子月跟赞足乐舞的精彩演出 并且跟台湾传统记忆工作坊 相互观摩交流学习 带动台湾新住民 跟移工的历史记忆跟情感 让族群融合 也呈现多元文化艺术的美好 记者陈文旭 萧友金台中报导